记者张义辰宜兰报道 杨贤为首的诈骗集团 涉嫌在宜兰市某处民宅设置诈骗机房 用老狗猜猜我是谁手法诈骗 受害者出估10人以上 诈取金额从3万至100万元不等 宜兰现行大进4个多月搜证 左动员30名警力收网 查获杨贤、刘贤等6名诈欺嫌犯 权案调查后依诈欺罪 已请宜兰地检署侦办 杨贤、刘贤、吴贤为首的诈骗集团 先在罗东镇某大楼设立电信诈骗机房 吸收区前青少年担任车手 华牧原 已随机拨打电话 向被害人称你知道我是谁吗? 又骗被害人说出亲人名 再称手机刚换 这是新手机使对方卸下新房 过几天后 再重新拨打电话 声称急需用钱 借钱后晚上再归还 又骗民众汇款 宜兰现行大今年1月初期不现 未料今年春节 该集团封关一个月 解成员疑似内讧 刘贤率领名时姓少年出走 两人池辣浇水 开脏车点响投诚 武捷等三间冰浪滩 虽留贤 实险被逮 但集团线索却突然中断 专案小组不放弃 持续比对监视器资料 于宜兰市发现该集团成员 且一物与当初锁定对象相符 确定该集团已在宜兰市另起炉灶 经树月根肩埋伏 并从车手出入民宅内 翻找丢出的垃圾 从撕碎纸条中拼凑被害人资料 终于确定集团位置 左宜兰县行大 保安队及台北市警方 在检察官指挥下攻坚 顺利逮捕杨贤在内的六名诈骗嫌犯 并查获被害人个资 账策 诈骗用iPhone手机 存折 提款卡 车手衣物 毒咖啡包等证物 受害人数估10人以上 每次诈骗金额从3万至100万元不等 警方调查 杨贤为集团金主 提供后勤及机房设备 全案调查后依诈七罪 已请宜兰地检署侦办 并由专案小组持续扩大侦办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